蒋方舟说过,真正能够欣赏你的人,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,而不是你故作谦卑,故意讨好的样子。 然而,却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在和朋友,爱人的相处过程中,因处处在意别人的感受,把他人的需求凌驾在自己之上的人,不自觉地委屈自己,这种人被认为是患有圣母情结的人。 《爱自己的人》自带光芒一书中,作者森雅基·马森讲了圣母们自我疗愈的故事,并从心理学的角度,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圣母情结,更好地爱自己,让自己光芒万丈。 一,一味地对他人付出,往往不被珍惜。 圣母型人格就是一种讨好型人格,在生活中很常见。 他们总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需求,学会无止境地为他人付出。 可事实上,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的人,对他人并没有吸引力,也很难被人捧在手心。 书中有一个故事,阿曼达爱上离婚后的西蒙,不惜为他洗衣,做饭,运衣服等。 每周末还坐车看他,甚至讨好他儿子。 他以为,这么做可以拉近自己与西蒙的距离。 然而,他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爱,还因讨好别人而憋屈自己,导致身体出现状况。 很多时候,讨好型人格的人,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人身上,处处以他人感受为先,做讨好他人的事情。 就如作者所说,在更深的情感层面,他们有一种安全感,觉得他们会得到大家的爱,因为照顾了每一个人。 殊不知,越是这样,越得不到他人珍惜。 女心理事里,墨鱼就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。 她害怕拒绝同事请求,会导致关系破裂。 就算自己的工作没完成,也要先帮同事完成工作。 有时,哪怕她就在回家途中,收到同事的一条短信,也会第一时间赶回去替同事加班。 就是这么一个对同事们有求必应的人,却得不到同事们的重视。 比如在一次团结中,同事们临时转换场地竟故意不通知她。 在人际交往中,我们并不能靠一味的付出以赢得他人好感。 因为付出越多,别人越觉得廉价,越不会重视。 我们要做的是树立自己的底线,懂得拒绝他人的无理要求,并努力提升自身的价值。 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魅力,赢得他人更多的喜欢。 二、讨好型人格的人,改变的主导权在自己手上。 讨好型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受其所处环境的熏陶形成的。 比如童年时父母的言行举止,都会潜移默化地植入到脑海中,影响每个人人格的形成。 当父母或他人一味地打压我们时,我们对自我的评价过低,就会一味地讨好以获得他人的喜欢。 众所周知,民国才女萧红在爱情里非常卑微,她一而再,再而三地抛弃一切,奔赴所爱的男人,却一次次地遭到男人抛弃。 其实,这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。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,她九岁那年,生母患病去世,后母经常指着桌子椅子骂她,父亲脾气更是暴躁,她偶尔打碎一个杯子都会被骂到发抖的程度。 正是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她的价值感偏低,对情感依赖极强,一生都要靠讨好男人而活,甚至还把自己作品的版权给了抛弃她的前夫。 当然,不只是原生家庭,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如果受到评价员的影响,也容易养成讨好新人格。 心理学家先驱卡尔罗杰斯对评价员做出了定义,他把评价员分为内外两种,取决于是自己评价自己的行为举止,还是受他人评价的影响。 作者认为,讨好新人格的人,外缘会比内缘强势得多,相当于把评价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别人。 书中有一个故事,爱拉上高中时,因不会打扮,不会谈论异性,被一群酷女孩嘲讽,是个失败者。 而这种嘲讽被他内化了,总担心身边人会给他负面评价。 因此,在人际交往中,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,也要满足他人的请求。 像这种类型的人,往往是受到后天环境的负面影响,导致自我有种强烈的不配的感,才会不断地取悦他人。 当我们因他人评价而内心自卑时,要懂得正视自己的价值,不断挖掘自己的优点,并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,以获得别人更多的认同感,才能提升自我的信心,做更好的自己。 三,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,才能自带光芒。 作者在书中提到,爱自己的人自带光芒,别人的认可,欣赏,尊重是吸引来的,而不是讨来的。 当我们一味地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人身上,就会忽视对自我的提升,对别人的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。 毕竟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,对于高价值的人,别人才会给到相应的尊重,更愿意追随。 作者提到一个故事,同事杰西卡,总害怕自己会被公司解雇,在工作上不敢拒绝同事的请求,导致自己超负荷工作,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自我提升的事情。 可自从他关注自己,提升自己后,他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和底气,敢于拒绝他人的无理请求。 同事们反而给予他充分的尊重,不敢再随意使唤他了。 有时就是这样,越是爱自己的人,越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喜欢。 这里的自爱并不是自私自利,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,过上自己想要的一生。 演员徐静磊一直很清醒地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 通过不断学习成长,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,还在其他领域生根发芽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出色,成为娱乐圈的一名才女。 在一片不看好声中,他导演的杜拉拉生之际收获一亿票房,成为国内首次票房过亿的女导演。 除此之外,他所写的书法,被入选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,成为国内首位推出个人字库的演员。 丁尼生说过,唯有自爱,自食自制,指引人生才能导出神圣的力量。 我们在任何时候,都要懂得活出自我。 四,懂得拒绝他人,是建立底线的开始。 讨好型人格的人,因过于在乎别人的负面评价,导致严重缺乏自信,在他人面前显得唯唯懦懦的。 想要摆脱这个怪圈,需要我们建立自我价值感。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? 作者提到了几种方法。 首先,适当的微笑。 在作者看来,大部分圣母脑海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,就是我微笑。 你喜欢我,你会对我很亲切并帮我解决问题。 可事实并非如何。 好比我们作为一位领导,在任何时候都对下属嬉皮笑脸,就会失去威严。 不知的任务,不知的任务也容易被下属敷衍对待。 相反,如果我们只是适当微笑,在严肃场合展现出严肃的样子,那下属也会重视我们的工作安排,更快地完成任务。 其次,删除冲畅的铺垫。 作者认为,大部分人守传统文化的熏陶,拒绝他人时,并没有明确表达拒绝的意思,而是做出冲畅的铺垫,导致沟通的效果并不好。 比如,朋友请求我们帮忙时,我们习惯以近期比较忙为由,把要忙的事情一一说出来。 可到最后,对方未必清楚我们真正的意图,还浪费了彼此的时间。 最后,客气地拒绝。 作者写道,如果你过度强求自己去帮助别人,最终也有可能会辜负他们,不如适当地做出拒绝。 礼貌性地拒绝他人请求,并不会让人难堪,也不会扰乱自己的时间安排。 书画大师启功先生,隐名满天下,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。 有一次他生病了,为避免更多人的打扰,他干脆在白纸上写了这么一段话。 熊猫病了,谢绝参观,如敲门窗,罚款意愿。 大家看了这段话后,都笑着不忍心打扰。 启功先生也因此有了更多个人时间和空间。 对于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,不妨运用一些说话的技巧,果断地拒绝他人的请求。 这样既不伤何其,也能为自己腾出时间和空间,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 欲望都市有一句经典台词,所有关系中最激动人心,最具挑战性,最意义重大的就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。 当你好好爱自己时,才会从未他人付出,转为对自己付出,不断发掘自己身上的闪光点,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,才能过有意义的一生。 愿每个讨好他人的人,都能从这怪圈中走出来,找到自己的优点,在自己热爱的地方发光发热。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,获得他人更多的喜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